美国联邦参议院25日通过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长任命案 燕伦成为美国首位女性财政部长 同时也是拜登政府第三位通过任命的阁员 燕伦曾经在提名听证会上直言 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将会打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参议院以84票赞成对上15票反对 压倒性的通过叶伦人事案 这位前联准会主席正式成为美国第78任财政部长 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和拜登 合推1.9兆美元的疫情纾困案 但外界更关注的是 叶伦就任后在经济上对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前任总统川普大打美中贸易战 相比川普对待中国毫不手软 外界预估拜登较为亲中 也许上台后就会对中国示好 但是从叶伦的提名听证会上来看 似乎和外界猜测的有点不一样 叶伦在听证会上直言 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拜登政府会全面检视前总统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最重要的是叶伦强调将会检讨对中国的关税 并且拜登政府将会运用所有的工具 反制中国的不当经济行为 让北京负起责任 叶伦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强硬 还没上任就先让中国碰了软钉子 白宫方面也不断打中国的脸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 呼吁世界各国加强经济合作 却被白宫发言人杀起回忆 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激烈竞争 习近平的发言不会改变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方针 而拜登也在25日签署了买美货的行政命令 只是联邦政府各机构加强购买美国制造产品 让美国的制造业更加壮大 拜登上任至今一个星期的时间 从他的阁员发言到他所签署的行政命令 似乎都和外界预期的会很轻忠有所落差 看似是对中国免礼藏针 不向川普的单边主义直接正面对决 但是财政部长叶伦上任后 川普留下的美中贸易战战场会如何变化 是否真的会持续对抗中国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